哎呀 哎呀又是个臭宝寄来的一个茶花 然后呢说是养的不挖帅了 是一个 五色吃单 咱们先打开看看什么样子了 情况不妙啊臭宝 已经嘎了呀感觉 很多花手不理解 为什么都是要死了才给老花姨寄过来 在那那那 他可能是遇见的我 刚刚知道我 然后呢关于寄养有很多的花手他还不知道啊 免费的 不收钱 但是快递费自己出养死不赔啊 你别寄给我了你又认为买上保险了这个 不赔 当时不赔 已经嘎了出保已经死了呀这个 都不是绿的了 都是褐色的了 已经死了这树皮都没有活性了 这话说这还能救活吗救不活了 你看 你看 能看出来吗已经救不活了 好了给他做尸检 给大家来个尸检报告 咱们是不是买过茶花去给大家养啊 是不是做过很多的这个茶花的视频了 对呀 首先这个土他应该是没有换 这话没说哈 茶花没有必要你收到以后就换土 这个是没必要去把这个土摔了以后洗净换土这个没必要 第二个是呢就是 新手花有你真的想想茶花你买个小苗 几块钱先练手嘛 那我非要买个大的我非要养 就跟他人正常学驾照开车一个道理你说 你刚学学开车 你刚拿到驾照就买个几千万的车买个劳斯莱斯之类的你说这玩意练手 你得 多好的家庭 再说了劳斯莱斯那种车他很大的不好开 对这个东西也是 他很大的不好开 现在整个小苗练练 你觉得小苗养活了能养到大了 你再养大的不就更简单了吗 关于茶花 一直跟华尔美说他叫山茶花 山茶花 你要知道山上 它就是云里雾里的 空气湿度很高 第二个就是冷凉 第三个呢只有南方的山上有 它雨水很多 它是弱酸性 你看这三个 家里面很难具备这种冷凉 因为人 他喜欢那种干燥一些 稍微温暖适宜的 环境 茶花不喜欢 茶花喜欢冷凉 空气湿度大 明白了吗 它是洗光的 它不怕晒 但是到了晚上或者什么的你看 那个水汽都很大 那个山上 它都很冷凉 他就喜欢那种环境 它怕热 你如果说强光暴晒 嘎嘎的给它混着一晒 长得一点都不新鲜 明白了吗 它很耐机 它对肥料的要求不是特别高 就是你 没什么肥料它能长得很好 你给它肥料它也能长得更好 明白了吧 这是一个点 还有一个是呢就是 你收到以后像这种 就可以换个盆了 估计这个花油也是换了盆了 换盆之后这个土跟原来的土差很多的意思 你看它原来 你能感受到吗 它是沙土 我给你削一点你看 这样能看出来吗 它原来是沙土的 看出来吧 原来是沙土它很松软 你看你后来换的这个土呢 它是黑土 它黏乎乎 它都导致一个什么事呢 不透气 闷根 它在山上 山石里边 缝里边那种沙土里面 它就长得很哇塞 你如果说寄水无根它就不行了 你浇水多与少 它都是那个道理啊 你可以用沙子去养 但是 它容易不排水 就是不饱水 不饱肥啊 懂这个事就行了 好了 这个花友的这个茶花呢 就是水大缺光 透风擦 懂这个事就行了 给大家又叨叨了一遍茶花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也是想的花友们呀 就是 把花 真耳八经的给它养好 但是 这个确实有点难 我发现 干了 已经干了 除非煮焙了 没必要了 我这里没有煮焙试 煮焙也拿这个煮焙也很难 救不了了 老花一的医术有限 那上回呢 有个错宝的茶花寄过来了 然后我嘎了 没救活 确实也是医术有限 确实也是 已经加喝吸去了 救不活了 这次呢给大家 从网上淘了一个 这是花友们淘的 是吧 花友们淘来的 然后让我做一个茶花的系统教学 大家觉得不错 可以收藏一下 等 你要是没时间的话 等收藏下来慢慢看 因为视频有点长 这个呢就是一个茶花了 给大家打开 首先呢 茶花一般产区那边的核心产区都是福建那边比较多 买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呢 买这种小苗 啊 就这种小苗 看到吧 首先呢 做到的第1步是什么呢 茶花上面有一个 叫 苏蕾 不是洗头糕啊 你看这个 它一个上面有俩的吧 你就掉 啊 就留一个壮的就行了 这这种你带的多 他也 开不了 说实话 留一个能开就已经 烧高香了 懂我意思吧 你想想那两个都开不太现实 你要有取舍之分嘛 他给的这个肥料哈 其实呢 这没什么肥力 在第1步苏蕾 第2步呢 就打开包装 如果是买的带花包的 是梳理不带花包你梳理干啥 其实最好就是你要新手的话 把花包全掐了 要不就买个不带花包的 有话说我理解不了 就是我大舅的娶媳妇一样 我说你娶媳妇呢 你娶个这个姑娘 是吧 他说 费劲把下的 我非得 喜欢那种带娃的 那也行 对吧 懂这个事就好了 没有算是有点话说了 你这样说话不好听 其实就是为了 带有情趣性的 让大家去理解养花 我也是为了 哎呦 你看打开啊 你看 他原来的这个土 你看到没 都是这种沙土的 就是很松散 发现了吗 你看这个根系就长得水灵灵的很棒 接下来呢 就是换盆 因为他根系长满了 你发现了吗 就根系长满了 换盆的时候呢 尽量的用松软透气的土壤 换盆不要换的 忒大了 那换盆呢 建议大家是循序渐进的来 最合适的就是比原来大一圈 上上下都能很饱满的融合它 这种是比较哇塞的 然后呢你第2次你再换到这个里面 有的话说 老外衣我可以移步到位换到这个里面吗 OK的 是可以的 但是像这种 稍微高一点花坡 我一定要跟大伙说 你换这种小花的话 有的话说我不太相信你说的 你看啊 你看他原来这个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缝隙吗 老刘 能看到吗 看到没 看到没 这里有个缝隙对不对 他原来的时候呢 是这么小的坡 他在换换的稍微大一号的坡 我们棚里面 我们搞养殖养花 他都是循序渐进的去换坡 因为他长的会更快 你懂吗 你要是当了一下给他换个很大的 他前期基本上不长 会很慢 懂这个事吗 所以说你要懂 有的话说老花衣我非要换这种 大一点的花坡 那你非要一步换到这种大的花坡呢 你要给他弄个透水层 有的话说 你能给我打一个比方吗 打个比方就说 咱们人穿鞋 我小时候经常穿大衣服大鞋 那你穿上一个大鞋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来回晃荡 磨脚 我们会干嘛呢 垫鞋垫 对不对 这个你也给他垫个鞋垫 你要不然他 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鸡水乌根 你下面全是土 它根气往下涨 它闻不到味 接不到地气 懂了吗 所以说不建议大家一步换到这么大的花坡里面 换个小坡就行了 换小坡就简单了呀 你看 底下加一点点土 你像这种很健康的茶花 很哇塞的 你就可以干嘛呢 提前预防一下 用一些杀菌药 和一些杀虫药 我用的是小坡12号 你看用一点就行了 然后往下面用点肥料 这个就是 这种缓释肥 就像九年一无教育 你知道吧 给它打个基础 让它以后呢 在整个的生长过程里面 它不会显得很匮乏 不要与根系直接解除 然后呢 往边上塞土就OK了 埋的时候别埋得太深了 用土的话 我还是用的老花姨的一个通用配方土 你也可以理解 它是一个万能土 种啥都行 种啥都没问题 我们大棚里面都是用这个 我们养几百个品种也是这个配方 埋的时候别埋太深了 好吧 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边上给它塞磁磁一点点 就不让它 揉空就OK了 大概就这样了 嗯 就这样就完了 然后浇上水 你下面给它用了杀虫杀菌的预防了 也给它弄上肥料了 也用的好土 你就正常的去养就OK了 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你要记住啊 上期也跟大家说过 山长花 山长花在山上 山上很冷凉 这第一点 第二点 空气湿度要高 因为它山上都是有雾嘛 你从下面看不是有云 它其实都是雾 再一个呢 就是要酸碱度 合适的酸碱度 你可以多接一些雨水来浇花 如果是 农村的话 咱们有条件的触保 你就可以用一些什么呢 发酵的粥粪 发酵的那些粪粪 花粪池里面搞一些个粪粪去浇 会更好 好吧 它是洗光的 它怕干 它怕热 别的没什么 它怕减性高 别的没啥 这让浇上水就正常一样就OK了 浇水就行了 浇水给它浇透就好了 之后的浇水 有的话说几天浇一回 几天浇一回 它是不严谨的 就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你要用的花盆排水透气 你多浇一点没事 通风好的话 明白了吧 反复的浇一下 没事了 就放一边养的就行了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很多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白了吃饭 还 嘿嘿 嘿嘿